本地今天新增40起冠病确诊率 其中30起是社区病例 有8起属于无关联病例 卫生部说 新增的社区病例中 有22起同之前确诊的病例有关联 社区病例中有16个人早前已经被隔离 卫生部晚间发布文告表示 新增的30起社区病例中 8起无关联病例 包括一名20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 一名27岁的乌洛续水池麦当劳送餐员 和一名29岁的Westgate西城购物中心 一家瑜伽馆工作的销售人员 张宜机场、第三达克大厦和张宜监狱感染群 也分别再添了4起和2起确诊病例 目前还有4个人在加护病房 我国超过200万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冠病疫苗 卫生部长王以康在Facebook贴文说 本地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众 注射了第一剂疫苗 获得良好的保护 如果供应稳定 王以康估计我国有望在7月底 为430万人完成首剂接种 他呼吁民众应邀前往接种疫苗 因为这是保护自己和亲人的最佳方式 好啊 感谢观看